有一位禅师 他将一杯水和一面镜子 交给了他的弟子 禅师说 以后他们就是你的老师 你要努力地向他们学习 弟子说 师父 我跟水学什么呢 这个禅师就告诉他说 跟水要学习 如何面对不同的空间 我们无论把水 倒进什么形状的容器 水都会随之改变形状 永远不会抱怨空间的改变 也就是说 能够适合于这个社会的生存环境 弟子说 那我跟禅子学习什么呢 禅师说 跟禅子要学习 如何面对不同的世界 无论禅子 面对怎么样的社会环境 他都如实真实的反应 毫无遗漏 毫无遗漏 弟子说 师父 为什么他们能做到这样 师父说 因为水没有自我 镜子没有心啊 因此不落入空想 而迷失自己 所以佛法界讲 我们的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当你照见了人间的恶的肮脏的东西 你的心中就存有肮脏 当你照见了人间善良的东西 你的心中就存有善心 所以人的善和恶 并不是自己本身存在 在八十天中 人都有一颗良心 而是因为我们照见了人间恶行恶状 让自己的心 每天聚集着人间的五欲六成 让我们在五着恶事当中 心不能得到满足每天的痛苦当中 台长告诉大家 就像一个电脑一样 你每天储存的恶 和看到的不喜欢的东西 放在电脑里 时间长了 它会死寂 人的心也是这样 每天看见不应该看的 不喜欢的东西 时间长了 你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难过 越来越忧伤 最后你的心也会死寂 再次您的到处 到处 去的 돼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